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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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台 星星 北京台 星星 北京台好 一朵花 希望您永远尝鸿 谢谢 好 大家 周深 周深 你们都不休息了吗 谢谢 辛苦了 祝安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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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 周深北京抖音奇妙夜结束 就极限通降澳门 凌晨四点左右到的 特种兵的极限行程 不愧是那余最强打工人 据悉 周深今天在澳门 录制音乐园计划的年度盛典 同时今晚节目也将播出第九期 大家不要忘记了 但是这一期周深没有唱歌舞台 看完前面选歌环节就可以退了 其实就是太贪心了 每一期都想看到唱歌舞台 周深跟其他嘉宾比起来 已经多唱好几首歌了 昨晚 抖音美好奇妙夜直播 大家都看了吧 周深连唱圣楼和启封了两首歌舞台 赛博朋克风的圣楼 他用了创新的舞台设计和很酷的R技术 让圣楼这首歌变得既虚幻又美丽 它就像是一个来自未来世界的精灵 用歌声和表演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每次听都惊不住流泪的风险 而每次听都惊不住流泪 真的就如北京时间微博所说的那样 是刻在DNA里的好听 不过演唱起风乐的时候R凡有问题 不知你们看直播的时候发现了吗 直播的时候也是卡了好几次 画面速度一下快好多 但是 这些都不影响周深的舞台 周深的唱功 舞台应变能力超绝 唱到最后 就一个字 他是牛 一层上走走停停顺 这少年漂流的半斤 百重成长的千里可轻 不禁销 这金香琴切人 无法避免 而成年的天 依旧那么乱 往追及了从前 看着天边似在眼前 也甘愿负荡到护去走他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间 万般留恋 翻过岁月不动草变 错不及放 闯入你的笑容 主持人说没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 还清唱了几句苹果香 翻出现 流星节里还传来 把阳青上马 阿里克桑的天宝王 还有还有 这个魔术没变完 结尾是流星节里还传来 结尾是周深老师 我把我的心放在你上 这节目你听不下去了 你懂什么叫画舌天宝吗 周深不愧是32只网 什么梗他都知道 采访中 周深被授予了 周深还是太全面奖 颁奖辞世 是人生就能修音响的歌手 舞蹈起步的经典 综艺名场面 1000TP硬盘都放不下 而周深一系列的表情更是可爱 算不算是教科书 是领奖连招呢 现在跳舞也这么好 更加全面了 怎么来回应这些网友 大家现在都说你变成 深深 我回应完了 就是刚才那个 谢谢 思考的那个表情 是原生就能修音响的歌手 鼓蹈起步成就的经典 1000TP的硬盘都放不下 恭喜周深获得 周深还是太全面奖 成为六边形歌手 谢谢 恭喜 我说实话 有点 我给您代位吧 最后 周深官宣参加10月27日的 王者荣耀共创之夜 周深将以品牌代言人的身份 在10月27日参与表演 从目前官方透露的活动信息来看 周深将参与王者荣耀表演赛 心知破晓表演赛 特邀串场嘉宾个人演出等环节 基本和去年差不多 大家注意这场活动是售票的 预售时间10月14日上午10点28分分 预售平台猫眼 美团大众点评 想去现场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初听到《荒芜之地》最有歌的时候 我就会被吸引了 唱完歌词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应该都会有自己觉得 自己身处《荒芜之地》那个地方 然后再到后面 我觉得找到自己的方向之后 就感觉可以找到了心中那一片的绿地 找到那个光那个希望 所以这首歌我们在改编上 把原版相对来说 被困在《荒芜之地》的感觉 改成了一个享受在《荒芜之地》里面的战斗 最后去为自己拼出了一个新的实体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一个感觉的歌曲 我期待到后面节目 还是听到大陆 我也很开心每一个唱歌的机会 当我有机会去唱一首我喜欢的歌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做 四 二 一 对啊 我们一起录节目 你觉得还有学能的话 你再接耿这个领域一降高下 太多了呀 你不会爱死我了 不是 说一调吧 我觉得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人都 就不要一叫高下比我厉害的多 因为录这个节目最大的印象是太吵了 我们在玩游戏的 真的太吵了 怎么这么吵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习惯性 可能也是照顾彼此 就害怕大家的画掉地下 就你会发现 每一个画茶就跟烫手的山芋一样 每个人丢啊 就丢到那个人手上又再玩几圈 然后再丢到另一个人身上 就真的是 三年四季人 对 吵 最吵的当时薛老师 首先我觉得跟歌迷的相遇 这肯定是一个缘分 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缘分 但是这个东西吧 就是他们总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 就是说听到你的歌就会喜欢你 这并不是的 我们每天要听到很多很多歌 很多不同的歌手 但刚好为什么就 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声音你喜欢呢 这就是一个耳源 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哇 遇到你们好有缘啊 今年你的专辑和演唱会 都带给了粉丝很多惊喜 那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有什么是能和大家先套路下的吗 巡演 然后我的专辑马上要就全部解锁 我也觉得很幸福的 是这一次的专辑 是跟着巡演一起 边演边解锁的 这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就是如果我们每一首歌 我们没有做得足够的 自己喜欢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去愿意让大家一首一首这么 仔细地去听 因为很多时候现在 大家也不怎么去在一个歌手的专辑 或怎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所有的用心 我们去一首一首泡出来 我们觉得很幸福的是 我的生迷们 歌迷朋友们 他们愿意去一首一首 去走进这个 这首歌最后的那个分身 那个故事里面去听 我觉得很幸福